大家好,我是小马 本期视频是购源实战开发课程的第15期 本期的主题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建立数据库微服务工程 咱们上期计划了一下咱们今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库工程 那么今天咱们就从零开始初始化目录 然后安装第三方库 咱们建立出咱们一个数据库开发的工程哦 让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只有一个使用购源建立一个数据库微服务工程 嫌少叙马上进入到实战演习的部分 今天咱们还是先看图说话 大家请看这张图 今天咱们要建立一个购源的工程 咱们要安装几个第三方的工具包 同时呢 咱们要在本地开发 MySQL数据库 所以说我本地还有套用一个Docker的MySQL版本 在我的本地搭建一个Docker的MySQL 今后咱们就通过购工程去连接到数据库 拿到数据 并且为用户提供服务 那么今天咱们干什么 有两个工作要做 咱们先建立出购源的工程 同时咱们在本地呢 建立一个MySQL的数据库哦 该怎么做呢 今天呢 咱们首先先初始化本地的工程目录 建立数据库微服务工程 然后呢 再给您准备一个 咱们今后开发使用的Docker版本的 MySQL的数据库 那么在接下来的操作视频当中 咱们就从零开始 一步一步的搭建 开发环境吧